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據一份報告,美國在向烏克蘭運送的軍事裝備中 包含了10架配備反坦克彈頭的最新型 彈簧刀無人機,這是具有巨大威力的致命武器 據報導,美國公司出產的最新型號彈簧刀600無人機 是五個大樓本州宣布的 價值3億美元的援助烏克蘭軍事裝備的一部分 彈簧刀600代表了下一代增程巡航導彈 提供前所未有的偵測、監視和目標獲取之次 並具有高精度光學系統、超過40分鐘的巡航次巷時間 以及反裝甲彈頭,可以在近遠距離打擊更大、更堅固的目標 美國無人機製造商、航空環境介紹說 並且彈簧刀600提供了一個多合一的攜帶型解決方案 包括成功計劃和執行任務傻碎的一切 其可以在不到10分鐘的時間內完成設置和操作 它配備一流的高解釋度、萬箱折禁測器和先進的精準飛行控制 使作戰人員可以通過管發射快速輕鬆地完成部署 特別的,蓋無人機系統能夠飛行、跟蹤和參與飛線性瞄準 曲線瞄準對目標和裝甲車輛具有精確攻擊的致命效果 這種無人機還允許操作員隨時終止任務 然後根據操作員的命令多次重新接觸傷痛或其他目標 此前美國陳成洛派出100架交約版本的彈簧刀300無人機 用於消滅武裝人員和輕型車輛 與新型彈簧刀600無人機不同,300系列只能飛行15分鐘 航程衛六英里這兩種型號的無人機都通過苦衝、棍炸、攻擊目標 而在接觸目標時則發生觸發式爆炸,不會讓敵人留下樣品或資訊 彈簧寫的報告援引了另一名熟悉該決定人士的話稱 這些彈劾殺手無人機不會從美國現有的武器庫中除出,而是直接從製造商處採購 上週日,一名烏克蘭軍員對拜登政府派往烏克蘭的無人機 在交約版本表示失望,這是最大的問題 一位不願意透露聲明的烏克蘭官員告訴媒體 俄羅斯將他們所有能力帶到戰場上 而我們有的是那些普通的戰術無人機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一直懇求美國 並且希望其能說服北日盟國向烏克蘭提供這麼多重型火炮 例如蘇聯時代的坦克以對抗預計將是烏克蘭東部集結的俄羅斯軍隊 這將是一個迅速的援助和非常快速的支持 習俄羅斯基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說 我認為美國可以影響這個決定 許多歐洲國家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在美國最新的3億美元軍援中包含蘇聯製造的坦克 斯洛伐克政府向烏克蘭軍方提供了最強大的防空導彈系統之一 而美國正在努力修補斯洛伐克目前因為轉讓該系統而出現的防禦空白點 以保證不約成遠國的防線沒有漏洞 斯洛伐克總理愛德說 黑格周末在社交媒體上宣布 他的政府正在幫助烏克蘭軍隊 我想確認斯洛伐克為烏克蘭提供了防空系統S38 他說道並解釋這是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 指出烏克蘭的反抗 都是在為俄羅斯威脅的歐洲國家而戰 從地理上斯洛伐克東部和烏克蘭接壤 如果烏克蘭被俄羅斯佔領 斯洛伐克等很多歐洲國家將會成為不約的前線 烏克蘭國家正在勇敢捍衛其主權國家 都是在捍衛我們 我們有責任提供幫助 而不是留在原地 對俄羅斯侵略造成的生命損失 撞籠作啞 S38是原蘇聯和後來俄羅斯一系列遠程地對空導彈系統 由非牟利組織 阿爾瑪茲基於最初的S38P版本開發 S38系統設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蘇聯防空部隊 防禦戰鬥機和巡航導彈 隨後的變化被開發用於攔截彈道導彈 該系統是全自動 但都可以手動觀察和操作 S38被認為是目前部署最強大的防空防禦彈系統之一 主要用於亞洲和東歐 包括一些北約成員國 比如布加利亞和希臘等國 在斯洛伐克將其防空系統援助烏克蘭後 這就在其本土以及處於東歐前沿的北約國家 產生了一個防禦空白點 就此 美國國防部長盧艾德·奧斯丁表示 美國歐洲司令部將一個美國的愛國者導彈系統重新部署到斯洛伐克 由美國軍人操作 主要人員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到達帶其部署時間仍在考慮中 這位美國防長 補充說 在斯洛伐克部署愛國者能力 與我們之前為了加強北約防禦能力 和展示我們在北約條約第五條下的集體安全要求 所做的努力完全一致 他補充了斯洛伐克東部的北約多國戰鬥群 其中包括來自德國和荷蘭的防空部隊 自俄羅斯軍隊於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 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大概17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根據美國政府的一份新情況說明書 援助包括超過1400個獨次反飛機系統 5000個標槍反戰鬥機系統 和7000個其他反裝甲系統 以及其他武器 現在不是致滿的時候 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 俄羅斯軍隊佔領基赫的目標可能失敗 但他繼續對烏克蘭人民造成可怕的暴行 拒絕俄羅斯軍隊為這場戰爭的下一個階段重新部署 我已經指示我的政府繼續不為預力地確定 並向烏克蘭軍隊提供保衛國家所需要的先進武器能力 俄羅斯攻略烏克蘭後就在各地炮軍文宅 因而造成烏克蘭帶量無辜平民死傷 俄軍的暴行已經引發國際譴責 甚至在俄羅斯國內也爆發了抗議潮 民眾們紛紛就上街頭示威 同時都有被烏克蘭俘虜的部分俄軍士兵 決定變節並成立俄羅斯志願軍團 自由俄羅斯 並與烏克蘭一起對抗俄羅斯總統普京 根據《都市日報》報導指出 有3名俄羅斯人在4月5日於基庫舉行記者會 他們共同譴責克里姆林宮欺騙俄軍 逼迫士兵們進攻烏克蘭 以進行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 並將相關行徑稱為毫無道義 令人憤怒之暴行 之後他們決定組成自由俄羅斯軍團 利協助烏克蘭對抗俄軍 並表達他們對於做國的不滿 最近自由俄羅斯軍團公開展示他們的新軍服 自網上畫面顯示 在自由俄羅斯的軍服上 仍然因有俄羅斯的國旗 但他們將最下方的紅色條紋 換成白色 其象徵著他們反對入侵烏克蘭的信念 而白色和藍色也是反戰抗爭者外傭的顏色 一名該組織成員的男子表示 他是在被烏克蘭複獲後才決定轉變立場 所以他接下來將會為烏克蘭而戰 而且還呼籲其他俄軍能夠半邊 以對抗莫斯科政府的暴行 因為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過程中 目睹無數平民遭到屠殺 且屍體隨意被凋棄在亂葬崗 還有大量苦痛、被折磨和性侵 這些行徑非常殘忍 我們應該責責他們 他指出我會加入自由俄羅斯軍團 即是希望可以為我們的後代做一些事情 來反抗俄羅斯當國 這樣人們以後就可以自由地說話和呼吸 完全不用感到會害怕 報導中稱 自由俄羅斯軍團是一支由烏克蘭政府所組建的軍隊 但暫時還沒有證據顯示 自由俄羅斯軍團將會被納入烏克蘭部隊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大約七週後 俄羅斯軍隊失去了一名上膠 這是有一名其高級軍官的死亡 據當地媒體報導 俄羅斯上教 阿力山大貝斯帕洛洛夫在烏克蘭的戰鬥中上升 並被埋葬在烏克蘭的奧澤爾斯克 為借格拉德24報導稱 貝斯帕洛夫是俄羅斯軍隊第59近衛坦克團的指揮官 也是該國軍隊第144近衛摩托化步兵師的一部份 至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 多名俄羅斯高級軍官在戰鬥中上升 根據《華盛頓郵報》3月26日報導 至少有7名俄羅斯將軍在戰爭中 死亡最激手、近戰或軍炸 而據烏克蘭官員披露 喪生的非將軍軍陷的俄羅斯高級軍官更多 比喻 俄羅斯丹尼斯婦女諾上教於3月29日 在哈爾科夫附近的戰鬥中死亡 烏克蘭武裝部隊稱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 已經由18,000多名俄羅斯士兵喪生 這包括俄羅斯軍隊的147架飛機、134架直升機 657輛坦克和數千輛其他車輛被摧毀 而美國國防部最新的評估表示 俄羅斯軍隊已經損失了其最初戰鬥力的20% 在侵略開始前,俄羅斯集結了大約15萬的兵力 這意味著已經有大約3萬的俄羅斯軍隊在戰鬥中消失了 俄羅斯對其傷亡人數一直遮遮掩 其斷斷續續的更新估計遠低於西方報道和評估的數字 按照其說法,俄羅斯士兵正陣亡1,400多人 而莫斯科在3月下純聲稱 至少有14,000名烏克蘭士兵在戰鬥中死亡 然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特米特里·佩斯科夫最近卻承認 俄羅斯在烏克蘭有重大部隊損失 據美國國防部的高級國防官員披露 俄羅斯已從對烏克蘭首都基庫的地面攻擊中撤退 並將重點轉向佔領東部頓巴斯地區 有報道稱,在經歷了一系列挫折和失利後 俄羅斯總統佛拉基米爾 普京命令俄羅斯將軍亞歷山大 特玉爾·尼科夫幫助重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攻勢 烏克蘭氏尼科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